白虎一死,他顿时捕捉到了天机消息,连带着轮回玄碑的因果他也窥见了。 虽然炎天龙神还活着,但白虎陨落,轮回玄碑也失落,这巨大的损失,玄元末也无法承受。 特别是轮回玄碑,这可是天道宫的根基啊。失去了轮回玄碑,天道宫势必元气大伤,这损失简直无法形容。 野晨,是你,又是你! 轩元末也彻底震怒了。 他派白虎去九天神龙殿只为了救援炎天龙神夺回轮回玄碑。 但没想到野晨居然又冒出头,影生生地打乱了他的计划。 他完全没料到野晨的实力居然厉害到这个地步,连白虎都能够斩杀。 要知道,白虎是堂堂天神镜七层天的强者,而野晨只是混沌镜二层天而已。 一个混沌镜二层天居然杀死了天神镜七层天,哪怕借助轮回玄碑,这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更重要的是,白虎领悟了一丝星地浩然气的皮毛,只要动用这个绝招,近乎是无敌的存在。 他怎么也想不通,野晨是如何杀死白虎的。 本座要亲手将你碎尸万段! 轩元末也咬牙切齿,身躯爆发出赤声的星光,无数汹涌的气息弥漫而出。 一道虚领分身,从他的身上投射出来,直接贯穿无尽虚空,朝着九天神龙殿降临而去。 他决定亲自动手,斩杀叶晨,夺回轮回玄碑。 因为天道宫的限制,他真身不能脱离,但一道虚领分身已经足够了。 轩元末也的修为何等强悍,就算是一道虚领分身降势都会引发恐怖的波动。 分身冲出了天道宫,无数雷霆星光震荡,天地间响起了巨大的雷鸣。 一丝丝锐起霞光宛如瀑布般,从天际滚滚落下。 大地之上,山川草木沾染了轩元末也分身的气息,顿时散发出蓬勃的生机,朝气盎然。 神国境内,无数势力无数高手都感应到了磅礴滔滔天的地气。 轩元末也的真身修为绝对超越了神地,他的分身居然都带有滔天的地气。 在天地山河间滚涌着,令人震撼。 天道宫公主出世了! 轩元末也,这是轩元末也的气息! 如此浩瀚的威严,不愧是神国逆天的高手! 凭他的实力,绝对有资格飞升上界。 神国之中,无数人议论纷纷,声音都充满了震撼。 明殿,一座山头上。 墨瀚明和天狼站在山顶,遥望着远方天际的滚滚锐气。 是公主大人的气息! 天狼热血动荡,竟直接跪了下去,连连磕头。 他虽然投靠了墨瀚明,但内心之中依然奉宣元末爷为尊。 这家伙,分身居然敢脱离天道宫! 他不怕规则碾压吗? 墨瀚明脸色非常难看,他在天狼口中知道了天道宫的许多秘密。 天道宫有着特殊的禁止,宣元末爷不能脱身离开,否则绝对会遭到规则的碾压,轻则吐血,重则陨落。 就算现在离开天道宫的只是一缕分身,宣元末爷也要遭到巨大的反噬,很容易就走火入魔。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居然要他亲自出手! 墨瀚明眉头紧锁着试图推演背后的天机。 自上古大战落幕后,宣元末爷不知有多久岁月,没有亲自动手过。 现在居然突然出事,绝对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 九天神龙殿,黑气闪烁,夜晨的身影从暗杯里走出来,整块暗杯宛如漆黑的晶石悬浮在他的面前。 上面一个巨大的暗字,似乎带着酒油炼狱的阴暗气息。 而感受着这些阴暗的气息,夜晨内心却是一片平静。 这块暗杯他已经收服,完全掌控了暗杯内的魔气。 他刚刚动用天龙八神音筋骨灵力损耗巨大,但在暗杯气息的滋养下,他的状态又恢复到了正常。 烧! 夜晨心念一动,暗杯滴溜溜旋转一圈,化作一道黑芒,顿入他的体内。 他身躯之内足足有四块轮回悬碑,沉碑、风碑、炎碑、暗碑。 如果再加上几灵的那块毒碑,以及紫宁体内的那块灵碑,他已经集齐了六块轮回悬碑。 第七块在华夏,等永恒圣王分身的消息。 最后三块下落不明,他也不知属性。 但是夜晨很清楚,距离自己彻底激活轮回血脉,很近了。 一道神脉就极其强大了,如果是十道,又代表着什么呢? 四块轮回悬碑宛如星宿般地遵循着完美的轨迹,在夜晨体内流转着。 丝丝缕缕古老的气息不断地滋养着他的血脉,他的轮回血脉又有了一点复苏的迹象。 叶大哥,发生了什么事啊? 就在这时,叶洛尔睁开眼睛,悠悠苏醒过来。 嗯? 至尊龙皇摇晃一下脑袋,也醒了过来。 刚刚两人遭到暗杯气息的袭击,短暂地晕了过去,幸好没有什么大碍。 没事,暗杯我已经收服了。 叶晨微微一笑收起暗杯,周围的阴暗气息彻底地消散开去,天地恢复了清朗。 白虎也已经被我击杀,可惜让炎天龙神跑了。 叶晨摇了摇头颇有点遗憾。 哼,算在运气好。 叶洛尔哼了一声。 主子,叶先生,事不宜迟,我们快点走吧。 至尊龙皇声音凝重,暗杯的背后带着非常浓烈的因果气息。 现在被叶晨收服,势必会惊动天道宫。 这块暗杯可是天道宫的根基,为了天道宫的基业, 轩原莫爷绝对会派遣强者,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回暗杯。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,必须尽快地离开此地。 好。 叶晨点了点头,正想离开, 但突然间九天之上却响起了滚滚雷鸣。 一片片的霞光,一缕缕的锐气,宛如飞花绽放,从天际滚落而下。 浩瀚的地气威严,如天地日月笼罩四方,让人震撼。 这是,轩原莫爷的气息。 至尊龙皇瞳孔一缩,顿时察觉了异常。 轩原莫爷? 叶晨也是大惊失色,难道自己抢走轮回悬碑, 轩原莫爷居然要亲自动手抢回吗? 抢了本作的东西,你们还想跑? 一股浩大的声音如惊雷炸裂在天空上响起。 就见一道伟岸的身影猛然贯穿虚空,出现在九天神龙殿的上空。 这道身影穿着一袭星光地袍,眸子如日月沉沦,浑身赤霞盛放,无数浮温萦绕,如神殿般地浮动着。 眉宇之间似乎有着滔天的威压,无尽的地气不断地释放出来。 轩原莫爷?不对,是一道分身。 夜沉睁大眼睛顿时惊悚,天空上的身影隐约有点虚幻的模样,显然不是真身,而是一道虚影分身。 只是一道虚影,居然这么强悍。 夜沉愣住了,他感到这道虚影分身的气息足足有着天神镜八层天, 距离传说中的天神镜最巅峰,神帝的境界只有一步之遥。 天神镜八层天? 夜沦尔也是惊呆了,一个虚影分身居然有着天神镜八层天的实力, 那轩原莫爷的真身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? 一群蝼蚁,都给本座灰飞烟灭吧! 轩原莫爷黑发飘舞,声音如巨雷, 带着巨大的愤怒和威严镇压天地。 他的身躯之上,一粒粒地光演化成一道道精芒, 如刀剑般贯穿虚空,狠狠斩杀向夜沉三人。 他这道虚影分身虽然还没到神地的境界, 但沾染了本体的气息,已经能够释放出地气光芒。 无数道地光精芒带着尖锐的破空声,瞬间斩杀而至。 强大,无法形容的强大。 面对滔天的地光精芒,夜沉耶洛尔, 至尊龙皇三人都是深深的震撼了。 这么强大的攻击根本不能抵挡, 三人慌忙狼狈闪躲。 地光精芒斩杀而下,夜沉和耶洛尔狼狈躲开, 他们站立的地面直接被地芒贯穿, 地底岩浆都被打了出来。 这地芒简直凌厉到逆天的地步, 一击就贯穿了大地,震荡岩浆,恐怖到无法形容。 至尊龙皇动作稍慢,来不及躲开, 被地芒贯穿了身体,顿时鲜血喷溅。 竹子! 至尊龙皇瞪大眼睛,目光充满了不甘和绝望, 瞬间生机断裂,倒地成为尸体。 一击,仅仅是一击, 轩原墨爷击杀至尊龙皇不费吹灰之力。 如果夜沉和耶洛尔没躲开, 他们也要被杀死。 轩原墨爷的实力实在太恐怖了, 就算是一道分身都到了逆天的地步, 夜沉看着至尊龙皇的尸体, 目光顿时黯然, 而耶洛尔却是彻底愣在原地,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。 能躲到哪里去? 轩原墨爷冷哼一声, 大手一挥, 无数法则符纹凝聚成了一条条赤霞神炼 从天际狂躁而下。 虚空震荡, 在赤霞神炼的碾压下, 天地间的虚空纷纷崩塌碎裂, 出现了一条条的裂缝。 凶悍的赤霞神炼, 带着雷霆万军的气势直击夜沉和夜洛尔。 小心! 夜沉咬了咬牙, 把夜洛尔拉到自己身后, 看着扫射而来的赤霞神炼狂喝道。 赤霞神脉! 开! 一阵璀璨的羹筋光芒顿时从夜沉身上炸几。